小撇步 小撇步 大家好 我是電台笑人的Coco 游泳時會洗手機之後 最麻煩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常常你在滑手機 或者是玩遊戲的時候 可能玩一玩手機馬上就會沒電了 今天Coco就來教你幾個 小撇步 讓你知道要怎麼讓iPhone更省電喔 在就是教大家 在這些省電的小撇步之前 Coco先教你一個方法 可以就是檢查自己的 手機續航力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手機電池本來就已經 壞掉的話那這些省電的小撇步 你可能直接去換一隻手機 會比較快 檢查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在你的設定 然後一般 你找到一個用量 這邊會顯示就是你充電之後的 那個使用時間 跟待機時間 這個時候你只要簡單把你的手機 鎖平之後放旁邊 再打開來你的待機時間應該要增加 可是你的使用時間 因為你剛剛都沒有在使用 所以應該增加不到一分鐘 如果超過一分鐘的話 就表示你手機的續航力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它才會沒有辦法完全的休息 現在就來試試看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 已經就是等了六分鐘之後 我們原本的截圖是 待機時間十八分鐘 然後已使用是四分鐘 經過六分鐘的靜置 我們剛剛放在旁邊沒有理它 然後增加 然後使用時間 增加一分鐘 這樣子你的手機就是正常都贏 檢查過後如果你的手機 電池是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就來教你要怎麼省電 其實iPhone的省電技巧 非常簡單就是你要記住一個字 就是關關關 就是你要把所有你都沒有用到的程式 就盡量都關掉 因為其實這些它都會一直 默默的在燒好你的電量 所以如果想要省電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些你不必要 或者是你不會用到的程式 全部都關掉喔 比方說就是 有些人不會用到Siri 你就可以去把Siri關掉 這時候就可以減省一些電子 還有就是有一個非常耗電的 就是你的定位功能 像是GPS這些定位服務都是非常耗電的 所以你可以到你定位服務裡面 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定位服務都關掉 可是你可以盡量選一些 你可能譬如說電影啊 就是沒有必要的話 就把定位的這個功能關掉 在iPhone的iOS 7裡面 它增加了一個東西叫做動態效果 就是你在一般 然後輔助使用這邊 你會看到有一個動態效果的這個選項 因為其實動態效果 它也可以就是 讓你的手機在平常 你可能隨便用一用的時候 就默默的在消耗你的電力 當然還有人會講說 你可能不用使用3G啊 或者是你直接 可以連WiFi的時候就連WiFi 但是當然我們用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拿來上網用盤 不可能把它所有的功能都關掉 所以最重要的呢 就是記得要盡量把不必要的程式全部都關掉 以及那一些看起來很fancy的 或者是很fashion的一些補助應用功能 都把它關掉 這樣子你的手機就會比較省電喔 還有再來就是 其實iPhone裡面有一個超級耗電的元兇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螢幕啦 螢幕這麼大 它當然耗電量也非常兇 把你的螢幕亮度調整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節省電力喔 進入設定之後 你找到背景圖片與亮度 在這邊你可以把你的亮度調暗一點 另外iPhone會有一個自動調整亮度這個功能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把它關掉 因為這樣子你的手機就不會一直要搜尋附近的感光跟感光 然後在那邊也是會默默耗省電力 再來你學到上面這些小撇步 其實這些就是很簡單 把那些不必要的東西都關掉 再來Coco在教你要怎麼樣 讓你充電的速度會變快喔 其實iPhone在充電的時候 如果你進入飛航模式或者是關機充電 充電的速度都可以提升一倍以上喔 等一下我們就來做個小實驗 我們現在就來做充電速度的小實驗喔 我們現在就來做充電速度的小實驗喔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6點31分 然後是62% 我們現在來充電5分鐘 看它最後會變充電幾%呢 當然啊 5分鐘過去了 現在6點36分 然後增加了 現在是66% 現在我們進入飛航模式了 然後是37分 從66%開始充電 然後5分鐘 41分 42分的時候我們再回來看 現在42分了 然後充電%數已經來到 71% 所以增加了5% 比原本沒有關飛航模式的時候 增加怕數更多了 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是可以上臉書 追蹤我們電踏上你的粉絲團 還有要記得看我們的部落格 每天都會更新新的科技文章喔 掰掰